今天的听障观点 带您去看看台北市深辉协会举办的夏令营 让听障孩子透过桌游来认识自己 也学习两性教育 寓教娱乐让这个暑假不一样 有点腼腆的拿着字画像 听障生正同学说自己是个开心又严格的人 一群起通学校的听障国中生暑假聚在一起 参加由台北市深辉协会所主办的成长书压夏令营 第一课就是认识自己 做事情很快明显什么 要求自己在短期之间内把事情做完 透过引导让每个人去思考自己的特质 也透过分享了解别人 接着就到了最期待的桌游时间 猜猜是什么 猜猜是臭虫 臭虫 臭虫的臭虫 你相信我 他相信了 打开 猜猜是臭虫 所以回到你身上 猜猜别人的牌 要判断别人告诉你的答案是不是真的 答对就赢了 拿错了就得把牌留下 透过这样的游戏也提醒学生网路交友要小心 你们只是在网路上联络 对不对 那你对他是真的完全了解了吗 所以当他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可以真的相信他吗 有别于一般加强学科的活动 这个总共有四个梯次 每梯次各五个半天的夏令营 特别针对两性关系 以及听张声较肉的人际互动 规划了一系列的主题 其实桌游就我了解的话 现在目前大概有六万多种的游戏了 那很多都是因着 就是需要上面他们不断的研发设计 那我在想说对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们呢 其实对这个两性关系的交往 在他们这些就是萌芽的这个阶段 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 有些听到小朋友他们借我辅助去 他们的听力其实没有问题的 但他们其实互动 跟其他小朋友互动上来讲 他们更容易就是互相帮助 对我觉得在游戏的流程度上来讲 大家接受都还蛮高 那当然就是游戏的规则 可能要需要做一些程度的简化 来让规则能更让他们能够理解 欲嫁娱乐 放暑假听张声没有宅在家 而是跟同学一起玩猪游 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记者配君 谢勤文 王兴忠台北报导 前不久才发生旅游纠纷的 哥斯达邮轮 维多利亚号 昨天遭到法院查封 禁止出港 但是原因呢 并不是这一件旅游纠纷 而是更早之前 有一名牙医师在船上跌倒 造成颈椎受伤 工作受到影响 他指控 邮轮公司不闻不问 也不愿意赔偿 因此向法院提出假扣押获准 法院事务官就到 到基隆港把邮轮贴上封条 禁止出航 法院事务官和债权人律师来到基隆港 准备对这一艘哥斯达邮轮 执行假扣押 尽管船务公司人员出面协调 却谈判破裂 事务官只好在船体外贴上封条 并发文到北航中心 禁止邮轮出港 罕见有国际的邮轮被下达禁航令 原因在于一名增性牙医指控 去年二月搭乘哥斯达的维多利亚号出游 在船上要搭电梯时 因为走道设计不良 没有射警示标语 导致他踩空跌倒 造成颈椎受伤 为了就医 他从船上搭直升机到香港 再搭医疗专机飞回台湾治疗 前后医疗和附件费用 花超过一千万并连带影响到他的工作 不满船公司在意外发生后都不闻不问 三星牙医向台北地院提出900万假扣押护准 若船公司没有提出反担保 船将无法出港 恐怕面临庞大损失 代理的船务公司表示 目前没有安排出港 但会依照司法程序尽快处理 日前各市打邮轮才发生旅游争议 如今又遭到假扣押 民事纠纷再舔一桩 接下来张国良 国际航空评比机构公布世界最佳机场的排名 桃园机场首度进入亚洲最佳机场前十名 而全球排名也进步到第十八 但是因为安检人力减少 在这方面的排名从原本的第二降到第十 当旅客忍不住要停下来拍照的卡通主题后机室 还有斥资两亿整件的六十间新厕所 桃园机场真的进步了 世界权威航空评比机构Skytrex 针对一千八百多万旅客进行调查 公布2014年最佳机场 新加坡张义机场 韩国仁川继续蝉联一二名 桃园机场排名第十八 比去年第二十四进步了六名 外国旅客称赞桃园机场的除了航下整件 证照查验也在世界排名第三 街上员工服务排第六 行李处理及转机服务也首度进榜排行第九 不过在第一线的安全检查排行 却从去年的第二下降到排行第十 除了安检人力不足 每逢下雨 航下就到处滴水了状况 机场公司也坦诚需要继续改善 不过因为屋顶的结构不可能改变 现在也只希望能加强防水 让桃园机场别再逢雨就漏了 记者林正午郭俊林桃园报道 蓝宇全岛四千多情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符合原住民身份才能够登记使用新建房子 最近岛上要新建岛上第一家便利超商 结果牵扯出全岛有95%土地建物不合法 蓝宇正在发展观光 不过岛上的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开发有限制 现在为了盖岛上第一家便利超商 却引起社会关注 台东县政府也查出 这块土地的使用设定是农牧用地和交通用地 盖房子营业就是不合法 而且全岛包括住宅 学校和超过40家的民宿也都是不合法使用 几乎有95%的土地都没有登记 我们所收到的使用执照的一件 就是蓝宇乡公所 那建造也只有一件 蓝宇乡代表会 其实台东县政府从民国60年代 就要求当地军民依法进行土地建物登记 可是这跟蓝宇原住民对传统领域 以部落共事决 可以自由使用和传承的认知有冲突 所以当地军民不愿意登记 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我还没有可以犯罪 是环境 是民族的一种 思维不一样 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 蓝宇居民的土地和建筑不合法的问题 需要再跟当地军民讨论 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台湾的原住民 我们估计就用蒸华边原住民 有一定的方式就处理掉 对不对 让他们重新起了这些土地 蓝宇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我想这个大家讨论 才会找到地方 目前台东县政府还没有要针对蓝宇的违建进行处理 希望经由协议的方式 让族人寻正常程序登记 但蓝宇原住民的传统习俗特殊 可能还需要政府努力来克服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